昨天下雨,裴怡玉在屋里待了一日,今日放晴,李太一早便到书房去处理这几日被困宫中积压起来的宫事。 早晨摆好,怡玉拆平云到院东去问了,李太回话说让她闲吃,天还早,她也不勉强她同时,只让平云送了一壶温水过去。 有心将院外等的几人晾一晾,早晨她就慢条丝里地吃了小半个时辰,才让侍女去传他们几人进来,到小楼大厅里去等候。 洗漱吧,迟迟领着几个近身的丫鬟转到了客厅。 四个大侍女一个没落下,清一色穿着粉衫小褂,竖腰的长裙,标准的侍女打扮,没像她大婚第二天见的那般穿着出挑。 想来是她赏了荣衣鞭子的事儿,有给他们些教训。 边上另外的四个是她从蒲真园带来的陈曲等人。 奴婢们拜见王妃,王妃容服安行。 平同扶着一玉在离地三尺的红木台上坐下,添了靠背和软垫让她坐得舒服一些,绕到背后,跪立着给她捏肩。 平慧退下了她的私旅,抚平她裙脚,接过小侍女手中的乡名捧到她手里,跪坐在她脚边,给她敲腿。 这般贵族的坐牌,虽然享受,倒也不是一欲自愿的。 王府有王府的规矩,李太已然一身的怪癖,他要没个样子,叫下头人看了,那不是没事找着让人说嘴去? 特立独行的事儿还是少做为妙。 气吧! 一欲扫过下头蹲身行礼的几人。 都用过早点了吗? 回王妃的话,奴婢们还没吃? 这四个是整齐划衣得很,一欲看他们身形,除了容衣脂粉下的脸色略有苍白,其他三个都看不出挨过打的模样。 想是李太罚那二十鞭子,就这么被糊弄过去了。 他是又想气,又想笑,气着几个丫头拿桥,连管家都礼让三分,又笑这些人颠不清自己的金粮。 他那日在花园里是只逮着一个罚了,其他几人都当没他事儿了,就是做做样子也好扬凤阴违,让他看出来。 陈曲呢?也没用过早点就过来了。 被一欲点了名问,陈曲受宠若惊,垂着头上前一步,功声答道。 回禀王妃,主子没有用膳,奴下哪敢先用啊? 昨日下雨,本是要来问安的,可被离管事拦了,都到了院子外头,就又回去了,王妃恕罪。 他在府里住这几日,可是见识了什么叫做皇亲国戚? 这么大的一座宅邸,几百人口,吃的,用的,穿的,戴的,都是他听都没听说过的。 规矩多得吓死人。 也是被周夫人调教过,他才没怯场。 凭着陪嫁丫鬟的名头,管事们对他还客气,起先见到几个办错事的吓人挨罚,吓得他行事都是小心翼翼的。 有些明白当初为何夫人不叫他陪嫁了,但办错了几件事都被免过去,便叫他知晓在这偌大的王府里,只有一欲是他的靠山。 无妨。 银月抿了一口茶,清晨从芙蓉园摘过来的相伴,游游芬芳。 滤过的雨水冲泡,很是一口。 这么大早你们结伴过来,是有什么事要禀告? 陈曲没搭上话,被一旁的容秦抢了头。 前几日府里出了事,奴婢们都是焦心得很,恐扰您清静,只等听说事情已了,才敢过来问安,怕您和王爷平安无事。 这丫头说话还是妥当的,银月点点头。 难为你们有这份心,又扭头对平童道。 昨日汉王顺的礼,我瞧那几串珊瑚香珠不错,挂坠团扇也都秀得精巧,待会儿让人去取了,一并赏给他们。 是,谢王妃赏赐。 这些东西在外面买,要花几十两,还是有价没货。 一欲正眼瞧着,得着赏赐真正高兴的,也就是她从蒲真园带来的四个丫头,欢欢喜喜地谢赏。 魏王府那四个,举时见惯了珠宝的,三个做出笑脸。 那个鹅蛋脸盘叫容姓的,却是连个假笑都没摆出来。 这么想着,她便瞧了几人佩戴,本是一时兴起之举,怎料,这么仔细一看,差点让她气乐了。 别人不说,但那容姓头顶露出的那只,还算素气的精致绿蝶,点翠,摇翅,同她脑后系上带的一对红蝶,竟然是一模一样的款式。 若她不知这批首饰是婚前李泰让魏王府的金匠特意为她打的,也就罢了,只当是和人买了虫样的。 但这明摆着独有一对的东西,竟又在别人头上见着一只,和着李泰专门给她背的东西,原来庞然也能分胜一份儿,这算是什么破事儿啊。 越想越生气,她便收了笑,将茶杯砰的一声搁在了岸上。 平同平慧见状,面面相去后,都往下地瞧了,淫欲的头是平慧早上给梳的,一眼便是发现了那只绿蝶,当下就瞪了眼睛,平同比她慢一步发现那只钗,想通旧理,顿时变了脸色。 按骂这群该死的东西,竟敢这样埋她主子?有万幸,主子是在院里带了这钗,若是给外人看见了,魏王府的王妃同下人穿戴的一样,不是要给人笑话死。 这是他们瞧见了,没瞧见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同主子一样的呢。 但淫欲没出声,她两人就是气得要死,也没有先出声。 屋里就这么静了下来,下头立着的侍女们都觉出不对,又大着胆子抬眼看的,但没哪个发现淫欲后继上那对红蝶的。 李太从书房出来,听下人说一遇正在大厅,只派了阿生出去做事,带着副总管孙德莱找过来。 一进门就发现了屋里气氛僵着,平同平慧看见她来,便往边上挪开,跪立起来,朝她行礼。 王爷。 听见这声,一群侍女也都回过头,或是带着笑,或是紧张地猫了腰。 奴婢们参见王爷,王爷安好。 一遇就看见他们脸上,自然没错过那荣医和荣幸眼中的几分雀跃和脸上的羞怯。 听他们比起刚才问候自己明显焦滴滴起来的声音,又想起来他们未亡仗中人的身份,再看那一样的叠差,胃力一阵惊乱。 孙德莱这宦官在梁柱下头低眉顺眼地利好。 李太静止走到了一遇身边,他人高,腿长,没拖靴子,坐上红木台,也能与他临坐。 看着他明显走神的脸,问道,想什么? 一遇吸了口气,生生压住那股恶心劲,扯了嘴角对他摇摇头。 没事,刚走了会儿神,你忙完了? 知他这憋话的毛病不是一日两日就能改的。 李太没再追问他,侧头看了一眼平童。 怎么了?回王爷的话,平童正要答,见一遇扭头,冲他实眼色,犹豫了一下,强咽了到嘴边的话,门声道,是没有什么? 他们主仆俩一同口调,李太却没就这么算了,掉头看着下头一群人。 你们说。 八名侍女也是纳闷,传取几人,懦懦出声道,奴婢不知。 那边王府几个大侍女里头,有人挑了头站出来,晚声道,回禀王爷,奴婢们是来给主子请安的。 王妃钱都赏了奴婢们几件玩意儿,转脸就脑上了,奴婢们也不知王妃这是怎么了。 也是巧了,说这话的,正是那个带了绿钗的荣幸。 这还当着一遇的面前就敢这么上眼药,主仆三人都是聪明人。 如何听不出来,他在暗指一遇,戏怒无常。 这便叫一遇皱眉,平同黑了脸,平慧瞪了眼。 见这时候,李太又问了平同平慧。 是他说的这样。 若论心术,这整个王府里的人口,夹起来也敌不过一个李太。 两句话就聊了他们开口。 平慧沉不住气,拎着裙子扑通一声,就向李太当面跪下来。 求王爷做主。 一遇劝道,平慧,你这是做什么,快起来说话。 平慧却不听他,直不冷灯地跪在那里,等李太的话。 说。 李太道,奴婢知道我们家小姐无依无靠,嫁到王府来是高攀了,可再怎么也是这府里的主子。 是该当被敬被重的,但是奴婢明眼瞧,这府里是有几个人当我们家小姐是主人的。 小姐说话还不抵个奴才管用,新婚礼就有人敢穿红鞋来冲撞我们小姐。 平慧酸色道,想着一遇前几日不眠不休的忙碌,脑里浮现出那天早上她从梦里惊醒的可怜样子,没说几句就红了眼睛。 小姐不同他们计较,就被当成是软信捏,这才没见几天功夫,就……就连个下人都能同我们小姐一样穿戴了,这不是遭见我们小姐吗? 一遇心里有几分烦闷,就垂眼盯着裙面上的连途没在吭声,再见身边李泰打量她衣物,也没见那荣幸看看她姐妹三人的穿戴,便上前来怒对平慧道。 平慧妹妹说的这是什么话儿啊,可是在纸丧骂怀的说咱们几个。 荣衣妹妹那天是穿错了红鞋,可也不是故意为止,王妃是主,奴婢们是仆,哪里有胆子糟尽主子呀,硬要把这莫须有的罪名往我们头上扣,我们可是不一啊,王爷。 荣幸委屈地轻叫了一声,便也是扑通跪倒在地上。 奴婢们自宫里就服侍在王爷身边,建府到现在也有七八个年头了,哪里受过这种委屈,求王爷给奴婢们做主,求王爷给奴婢们做主。 有着荣幸打头,荣衣紧随其后也跪下,其他两人迟疑了片刻,却是没有动态。 你还有理了,平慧一眼瞪过去,你们都让人抓了两回现行了,还敢狡辩,那你说,这头…… 平慧。 一欲呵斥了一声,打断了平慧的话,转头去对李太道,殿下,您且先去吃早点吧,这里交给我处理就好。 王爷,王爷,您可不能走,您若走了,奴婢们还不知要被王妃打死成什么样呢? 说这话的自是那天挨打后怕得容易,一欲真真是觉得同这几个下人计较是丢了份子,但听了这句话,纵是个倪人也被逼出了三分火气,试问有哪个女子愿意旁人在她欣赏人的面前诋毁她? 平慧,别跪着,去把卢东找来,你只将这里的事说给她听就行了。 魏王府藏在眼皮子底下的一笔烂账,择日不如撞日,她今天就翻出来,让她晒晒太阳。 是。 平慧又瞪了地上跪着的那两人一眼,就拎着裙子小跑走了。 见她出了屋,一欲又转向李泰,正愁着怎么把事情同她解释呢,她就突然抬了手在她的脑后一扶,再收手时,手上赫然就多了一件东西。 不是那惹事的叠差,又是何物啊。 殿下,一欲一愣,看她面色如常地把玩着那只红蝶。 孙德兰,去把人都叫了。 李泰的声音不冷不热,叫人听不出喜怒来,可一欲就是知道,她这会儿心情不好,很不好。 老太监打了个一,腿脚利索地小跑了出去,荣医荣幸等人,也是看见了被李泰拿在手上的那只红蝶,一睁一愣,当时变了脸色。 荣幸慌张地伸手去摸了脑侧,一碰到那蝶身便是一颤,眼珠子来回地转动,使劲一咬嘴唇,垮了脸,跪着上前两步,对着李泰哀声叩头道, 王爷说嘴,奴婢当真不知这钗是同王妃宠样的,只是前月同荣医妹妹,当内务一局去查看,奴婢瞧着这钗好看便收了,半点不知这与新王妃背的物件一样,若要知道,奴婢是万万不敢收的。 这容信还真是个会耍嘴皮子的,三言两语就将责任推到了王府内务处,可这么一来,话听在李泰和一欲的耳中,确实变了调。 殿下,一欲明知道不该迁怒,可想着这一对极品都是李泰灌出来的,心里酸得要命,便没好气。 合着给我用的物件,原来还是别人挑剩下呢? 嘭的一声巨响,李泰一拳重重地压在了茶案上,震得厅中人人心口一颤,一欲手当其冲,吓了一跳。 李智上清琢,他这不是冲自己来的,可感情上却先有了反应。 鼻子发酸,两腿一伸,就光着脚下了红木台,找准了门口,还没抬脚,腰上便是多了一条手臂。 转眼人就被捞了回去,按在他膝上坐着,后背紧贴着他一片结实的胸膛,脚丫子一下离了地面。 去哪儿? 屋里这么多人站着,被他抱在怀中,看着那一双双眼睛里的惊诧,一欲既羞又恼,还不敢乱动,只压低了声音对他道,快,快放开,这叫什么样子? 李泰还没半点顾及,冷眼扫着下面人,错头在他耳边低声道,可是委屈了。 什么委屈?快叫我下来。 话刚说完,腰上就被勒了一下,听他在耳边低语。 还不老实。 李泰说完,没再考验他的脸皮厚度,拖着他腰支将他放在了身侧,只握了他的左手,叫他不能使性子再走。 平同原本还在弃着那几个狗障人士的东西,但瞧了他俩这番举动,早就偷偷地笑开了,极有眼色地倒了茶水,以人奉上一杯。 而下面立的侍女们,别说是陪嫁的陈曲等人了,就是据说跟了李泰七八年的荣衣几人,也是没见过李泰这般模样。 如此,要还看不出他对着新王妃是宠的,那就是白瞎了一双眼睛了。 其他几个还好,那荣衣荣性,已然是白了脸。 他们在宫里待过,耳濡目然,最是清楚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宠分,代表着什么。 主子,您下下气。 平同拿了脚凳,垫在一玉搭了在红木台边的一双脚上。 奴婢去瞧瞧,厨房燕窝粥熬好了没,给您盛一碗。 去吧,多盛一碗。 王府甚大,找人也不容易,那孙德莱确实用了一刻钟大点的功夫,就把人给找齐了过来。 三名总管,掌管内务的两名管事,王府用了两个金匠,一下子就叫大厅里拥堵了起来。 这还不算门外面立的几个仆妇和侍卫,就等着卢东了。 见这阵仗,心里有鬼的人是怕了。 李泰不说话,先前那耍嘴皮子的荣幸也不敢吭声。 一欲瞧着他低头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接过平同手中的玉脸小碗,递给李泰,故意道, 给,您先敲敲气,别再惹了干活,可是我的过错了。 任他在嘴皮子上占了些便宜,李泰接过去喝了, 一欲正拿勺子搅着汤水,卢东低着头进了门, 后头跟着两个侍从,手里捧着两摞帐簿。 王爷,王妃,有卢东这把查账的好手,一一抱出来, 明明白白地就把魏王府的帐漏摊在了众人面前。 即便是一欲早有心理准备,也忍不住吃了一惊。 好家伙,这四个大侍女每个月除了穿戴, 竟然还要花六百罐, 是占了每月王府支出的一千八百罐三分之一去了。 即便她当初在国公府, 一个月也就有二十两银子的月钱。 王府里哪里是在养下人呢? 是养着四个千金小姐吧? 一欲先是吃惊,后又难受地想到, 这么大笔的账目支出,若没有李太默许, 怎么会漏过去? 难道她还是有心骄养这几个? 这倒真是冤枉了李太, 王府每月固定镜像是两千多罐, 看这是老大一笔银子。 但对李太这吃外货、私产的人来说, 还真没怎么放在眼里, 就是阿生也不怎么查府里的账目。 加之王府先前没有女主人, 几个大侍女更是被高看, 几个管事、总管都担待她们, 一来二去就养贯了她们, 不光是这每月六百罐的花费, 各地庄子每年的镜像, 绫罗绸缎,好吃的、好玩的, 哪个不是从李太这里出去, 转手就送到她们跟前挑选了。 六百罐? 一欲沉了沉气, 没敢看李太的脸色, 她对了一头冷汗的赵川道, 赵总管,你来说说, 这银钱是他们要的, 还是你主动送过去的? 回、回禀王妃, 小的、小的…… 掌管王府财物, 赵川向来小心不做错事, 但也没想到, 哪天会因为巴结错了人, 被揪出来问难的。 她偏头偷偷看着那荣医等人, 接到荣医一个立言警告, 吞了吞口水, 正在犹豫着怎么讲, 劈啪一声, 一只玉碗已经摔在了脸前。 我问你话呢, 你看她做什么, 到底哪个是你的主宰? 混账东西! 一欲怒喝道, 她是个脾气好的人, 可但凡牵扯到了李泰, 她就怎么也溢不住。 王妃息怒? 平同平慧一打头, 本来还站着的哗啦啦的都跪倒了。 李泰看着她气红的侧脸, 伪动声色。 如此一发, 赵川跪着磕了两个头, 就只说了是荣幸等人月钱不够, 自行到帐房支取的。 短暂的沉默后, 一跃捏了捏拳头, 就问下头那几个, 你们同我说说, 赤川都在府里, 那些钱都花哪儿去了, 需要那么多?